不分年齡、不分性別 也無需去講究器材設備是不是非常的專業 公平記者永遠關懷台灣的心 帶來的是最即時、最正實、最能傳遞地方新生的報導 各位 我之前是一個民主上班族 那可能我對一些事情關心 可是並沒有那麼實際去參與我們從媒體裡面看到一些事情的過程、發展 不幸的 或是讓人家很難過的就是我們的媒體 沒有辦法達到我們的期望 以前你對一個事情 你真的很想去做點什麼時候 你是沒有那個工具的 我常常形容說公平記者就是點一個小火 讓那個火光讓很多人慢慢看到、慢慢看到 然後這件事情才會有改變的可能 我覺得我個人是一個很內向 這一個以前過去是社區大學的伙伴 可是是內向 可是我覺得這社會很多是像我這樣 它內向 可是它還是想表達一些聲音 這社會的聲音是多元的 它並不是只有一種聲音 我不見得說別人一定要來認同我 除了有多元的聲音 我們應該都要去傾聽之外 我也要去聽別人的意見 甚至是政府表達出來的聲音 我也學會傾聽 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公民記者它有一個好處 這是一個家裡的公民記者 它可以透過比較多的時間 來做比較豐富的資料的收集 反而報導出來的公共議題的新聞 反而會是更完整的 那我一直在想 我這個年紀人應該也不用學電吧 那沒想到 去參加這個公民記者之後 那什麼都去學了 現在我好像什麼都會了 會拍片 會剪片 會寫文章 還會敲鍵盤 所以我想對我最大的解釋 為了讓公民記者的報導 被更多人看見 Peple也製播了在公視頻道上播出的 Peple公民新聞報 以及網路節目 Peple Webcast Peple每年還會在台灣各地 舉辦踹拍活動 邀請公民記者一起走入社區 記錄報導 每年的暑假也有為學生舉辦的 Peple暑期實習 培訓年輕人成為公民記者 關心公共事務 更鼓勵各地的NGO NPO 參與公民新聞平台 投出自己關心的議題 每年年底舉辦的公民新聞獎 更是一大盛世 大曹龍也將獲公民新聞獎的評審 Peple努力不但增加了國人 對於公民新聞的重視與了解 也在國際上獲得關注 2013年更獲得卓越新聞基金會 翻罰社會公器獎的獎項 剛才發現我在哪裡 我在後面那一個 顯現在地 多元的公民新聞力量 已經越來越重要 因為Peple 我們認識了來自台灣各地 關心這片土地的人 我是周老闆 這個退休機師 我用鏡頭關心地方大小事 桃園藻教的議員 跟這位退休的老師在關心的 流視公平新聞報道的主題 在地的故事 剛卸任台中受益是公外的理事長 台中受益是公外的理事長 未來的日子 希望一夜一起加入 好 那各位我們看到剛最後